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 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认识好多年的朋友 他是马博科技的创办人顾伟扬 来伟扬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博科技顾伟扬 是我认识伟扬好多年了 最早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在台大的教室创业 那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这个理工阿宅 我这几年的历练下来 我觉得他已经是产业的领域专家了 那照例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伟扬 你在创业之前你是做什么 那后来什么样的因缘忌讳 你决定早上创业 我毕业后就当完兵就直接创业了 那时候主要是十年前 现在应该有十年前了 那时候就母亲姐想要买一个礼物送给我奶奶 那就想说带她去吃大餐 那阿嬷就说我牙齿不好 没办法吃大餐 那我说阿嬷那我们出去玩 那阿嬷说她坐轮椅其实不太方便 那我就发现要让小时候带我长大的阿嬷 阿嬷要让他开心其实有点困难 我直接问他阿嬷你想要什么 阿嬷就跟我讲说她只想见到我 那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 因为我觉得我算蛮常回家的 可是对阿嬷来说可能还不够 因为那时候在大学念书是在外线市 没办法每个礼拜回家 那所以我就在思考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那我就教阿嬷怎么使用这些视讯通话 那就使用Skype啊Line啊 但是我阿嬷八十几岁 她其实在操作这些智慧型手机 甚至后来我买平板给她 她都觉得很困难 我有一次回去就看到阿嬷把那个平板包一包 放在客厅的桌子底下 我说阿嬷你怎么放那边 她就说叛你去啊 我说有嘛 结果发现是因为阿嬷对充电不太会充 她就以为都点不开就坏了 那后来就是真的很可惜 阿嬷就过世了 那因为这件事多少对我有一点影响 我后来就去养生村 拿好一些基金会当三系志工 主要就是因为原本在教阿嬷的过程 有准备一些教案 那自己有一些准备 觉得也许也可以帮助 一样想见到孙子的人 那果然我那时候当三系志工 就有很多长辈会过来问我问题 那所以原本我是觉得说 他们可能是想要学这些三系 但在那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我有发现说 其实陪伴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那另外是说 科技因为眼镜太快了 那一下子手机啊 平板啊 然后桌电笔电 所以 其实长辈还没学会一个科技 那我们其实就一直叫他新的 然后那操作模式也不太一样 我发现对他们来说有点恐慌 所以其实就我在思考说 也许我可以做一个从他们熟悉的三系出发 我想到我阿嬷当初只会转民室跟三里6跟29 那我也发现说养生村的交易厅 很多长辈为了抢电视吵架 学手机大家有点慢 但是那时候为了抢电视吵架 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从电视出发 所以那时候毕业后 刚好就遇到我的合伙人 是自港我台大研究所的同学 我就跟他讲说 我有一个这个想法 也许可以试试看当做一个创业主题 其实原本觉得不期不待 因为我跟很多人讲过 其实很多人都泼我冷水 在台湾创业 他说你又没有经验 你要不要先去上班 你有钱吗 其实我也没有 那我就想说试试看 跟我这个朋友问问看 因为以前在研究所 我跟他合作过 那他既然跟我讲说 OK他觉得很有兴趣 我有点意外要问他 就发现他阿嬷在屏洞 其实他一年只见一次而已 那阿嬷还常常开玩笑说 下次你再回来阿嬷可能不在了 所以他听到我要做这一块 他觉得还蛮跟他的想法一致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当完兵 就约好直接就出来创业 那时候也没想太多 就一个人拿个五万块 十万就一直 做到今天这样子 哇真是奇迹 两个人十万块就创业了 那我先问一下 志刚的就是你的共同创办人 他阿嬷在屏东 那你阿嬷住哪里 我阿嬷在桃园 桃园 因为你们两个都在台北念书 所以没办法每天都陪家人 那志刚也是阿嬷养大的吗 对他也是跟我一样 我也是 OKOK 所以我能体会你那种感觉 可是十万块就要创业 真的很不简单 而且还在台北创业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张罗 这些办公室 还有这些设备 材料 办公室最有趣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问学长 发现台大有一个空教室 是没人在使用的 那打开竟然还有电 那所以那时候那个出入 其实因为我们以前是台大的嘛 所以那些学弟可能也以为我是念博班还干嘛 我就出入其实也没人管我 那我们那时候就发现一间空教室 整理好没人在使用 那我们去问一下戏办 他是说其实那边没人在用 如果我们要窒息或干嘛 可以使用 我们把它整理完 其实就是一个办公室 其实旁边都很乱啊 然后那个椅子都有点破洞 可是那时候会觉得很棒 就是说 其实不用办公室的钱 那反正我们只要里面自己带电风扇 然后电脑可以移用 其实一开始就开始从那边出发 对 是了解 所以校方以为你们两个人在窒息 学校的这个学弟学妹觉得你们还在休克 游客 后来是怎么发现 你们都不是 然后后来你们就必须要搬走 我们大概待了两三个月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办法 因为那时候想要找更多伙伴加入 我们就开始招实习生或朋友 一来说 小酷你在这种地方上班 这样可以吗 那实习生也会觉得我们像诈骗 所以我想一想 不太行 要开始出去找机会 一开始是我跟合伙人两个一起写程式 那我写的比较慢 那后来他也觉得这样两个一直写会灭亡 他就希望我可以出去多看看 所以那时候我就带着我的 我们公司的简报跟产品的概念 我就出去参加很多台北的创业活动 那我真的觉得 那时候 我觉得台北这几年的创业活动算是蛮 已经跟以前比算是蛮友善的 我那时候参加了几个创业活动 就遇到一些贵人 那时候就有支撤会的一些数位中心 就说他们在招这样的团队 不用钱 那我们可以过去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很幸运 就被人家发现 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其实是Cowoking's Bay 然后就两个位置 还在门口旁边 但那时候觉得很棒 就是有这样的位置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那边有很多创业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阵子 算是成长蛮快的 因为就是跟很多走在我们前面创业家 就一起聊 其实有什么机会 那早期要怎么办 也是从那边才知道说 其实有一些创业比赛跟政府补助 所以刚刚杨博士说 10万怎么创业 早期其实很单纯 就是参加比赛 写计划 那第一年很幸运 就被我们弄一弄拿了100多万 所以公司就 其实就这样撑住了 这样子 真的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台大车库精神 我觉得真正的车库就是在那个被闲置 被遗忘的控教室里面 然后你们这样就开始创业 那等到搬出来以后 真的也没什么钱 然后就去共享空间 去用那边的设备 然后靠奖金 对 来开始创业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创业精神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说 你当初决定 以长辈的需求为创业主题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产品跟服务 一定有一些眼镜的历程吗 你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分三个阶段好了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我们当初 就是要解决阿嬷的问题嘛 那她想要从电视跟我联络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电视 可是电视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思考电视成本很高 而且很多人家里的电视都不太会换 都用二三十年 所以那我们就发现可以做机上盒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机上盒 然后可以跟各式的有线电视做串接 那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创业 就是硬体创业 那有这个硬体加上镜头 遥控器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遥控器 那直接串接 其实很方便 它按下去 第一台可能就可以打给他儿子 第二台打给他孙女 那第三台还可以回去他用门的电视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重点是不用切换HDMI 就小小的细节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产品要切换HDMI 对长辈来说就是困扰 他们只是想要转台跟声音 所以早期我们第一步是这个 我觉得第一步这个 现在回头看是有点傻 因为那时候其实公司快倒闭了 那时候赚到的钱都在处理硬体 那时候台湾没有公司要帮我们 没有工厂要帮我们做 那我们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发现 其实中国有一些工厂 我就写信跟他们说 我是台湾的新创公司 可不可以给我机会 不要一次买一千台 因为他们至少都要1K 那那个老板就说 如果你现在愿意飞过来 跟我解释你的创业理由 那也许我会考虑 那我真的买机票就直接飞过去 那后来他真的是 100台100台这样跟我们收钱 所以后来创业就这样开始 那初期其实很辛苦啦 一开始成本就是 其实你没办法赚钱 然后长辈还要帮忙安装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中南部很多长辈买 我都要固定聚集在一个周末 然后我就跟志刚两个搭火车下去装 然后再来回 所以你可以想象 其实根本没有赚什么钱 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养分 就是你其实都到第一线 尤其是我跟我的合伙人第一线 了解很多需求 然后状况 知道产品怎么改进 那后面很幸运 其实做一做 就是遇到天使投资人加入 那另外更幸运的是 我觉得是进入到创业的第二阶段 是串流平台的竞争 那有线电视开始专行 所以他们把他们原本的盒子 单向的盒子是Linux系统的 那变成安卓系统 那其实马博的机会就来了 我以前其实是要自己生产盒子 那刚好很幸运 这个其实是我在创业没有看到的一个趋势 我必须承认是我创业下去以后 才发生的 那很幸运 那有线电视转型以后 那些盒子我发现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就寄信跟这些有线电视讲 那没想到一拍即合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以前是传统产业 就是单向播节目 他们其实想做这些新的软体 新的服务 他们也没有经验 无论是科技或是银法相关 尤其是他们的用户 又大部分是50岁以上 所以他们觉得也许可以给这个小团队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 其实就是有一个台中的有线电视 先给我们一次机会 那他那时候是说 如果我们愿意来台中 他就愿意把我当成主力商品来推广 因为他说台中比较少新创团队 那这个对当时的我来说 当然是非常有诱因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了董事会 股东会 全公司就这样直接跑到台中 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其实是在台中 这样子 那后来有线电视也是很幸运 从一家有线电视给我机会 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 有线电视就全部集满了 像我们今年更重要的是 终于要跟中华电信MOD合作 基本上居家通路 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踏进来了 那第三阶段 再来就是我觉得公司现在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强的产品 可以把整个服务做到位 因为我们现在通路到位 这中间我们当然做了非常多的产品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真的是杀手级的应用 或是真的比较有明确的商业 我必须承认这部分我们的确还在试 那只是说终于有这个平台 那这中间我们也累积了非常多的能量 所以现在公司其实有2C的部分 也有2B跟2G就分成三个业务在走 那主要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上合整合的能力 营法的经验 还有这些重要的通路伙伴 是 哇哦 你们 你是哪一年开始正式创业 2013年的11月 2013 团队成立 OKOK 差不多也9年 现在要迈入第10年了 我记得是第9年 第9年 2013 对 对对 当有线电视刚好看到你 然后愿意跟你合作 那个是你第二阶段的开始 对 那后来你应该也有一些2G 就是对政府的部门的一些案子 那这些委托的案子通常会让你也有机会去整合 刚刚讲的有线电视圈嘛 是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几个主要的有线电视就被你慢慢整合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 因为有线电视通常都加大业大 那你是一个小的新创 你觉得在这个推动业务上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 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多困难啊 因为一开始他们对于这个新创团队到底要干 他们其实不太理解 因为他们的工作可能原本就是有固定的工作 但多了这些新的东西 其实他们也要学习跟互动 所以其实一开始他们都蛮反感的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 我一直跟他们讲说 这其实不只对马博好 对你们有线电视也是 希望大家一起认同这件事 因为通常都是最大的老板比较有这个愿景 那下面的营运的人不一定可以马上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这中间其实很多冲突 我就发现我跟很多经理或副理一开始还有点吵架 但是现在都变超好的朋友 就在那个磨合的过程 大家开始知道我是真的想做这件事 那这产品也有它的价值 所以一步一步拆 现在我觉得就慢慢有越来越顺的过程 早期他们都会很容易就拒绝你 觉得说这产品一定不行啊 我的经验一定不行啊 谁要装这个 或者是有些长辈就听不到怎么用 或是有些长辈看不懂中文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是心态的部分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到一些用户的状况 然后对他们公司的黏着度真的有帮助 其实后面就开始慢慢比较顺 是了解 所以等于是透过跟业者一直持续的沟通 然后慢慢的他们的订户就有机会成为马伯的订户 那以中华电信来讲也是寻这样的模式吗 对中华电信很幸运就是我们 其实在六年前就找够中华电信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太小 他就觉得说这个机会不大 那就只谈谈到今年 他其实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跟有线电视 四个集团都有合作 他觉得说哇那这家公司现在要稳定了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跟他合作 所以模式其实蛮类似的 就是跟他们的宽屏可以绑在一起 然后跟他们的一些方案可以选配 那他们很有心 他们这一次是直接给我们一个区域叫做温刀 就是我的家 然后那一区里面就是可以放上马伯的所有产品 之后就依序的上架 因为中华电信是觉得这一块银法市场 也是他们之后想要认真做的部分 是 所以看起来银法市场几乎是这些大的平台的业者都有兴趣的 那你刚刚讲说 2B2C指的最主要就是这一块吗 2B的部分其实还有一块是我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 其实发现我们之前研发产品的经验或是一些产品 对有些企业来说是有帮助的 像是我们其实曾经做一个产品蛮有名的叫虚拟精孙 对那那个产品的构想就是因为我刚前面有讲到说 我在当3C志工 那一开始就很认真教3C 然后发现长辈举手问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女朋友在哪里念书 我吓一跳 然后很担心我下次什么时候要来 我发现其实大家非常的寂寞 然后很缺陪伴 但大家讲不出口 所以我几年前有做过一个产品叫虚拟精孙 训练了很多英法相关科系毕业的同学来跟长辈聊天 那这个产品很有名 那年轴度也很够 只是后面很难规模化 第一个是说聊天要收费这件事在台湾市场 其实我们在推动的过程蛮辛苦的 大家觉得聊天竟然要收费很难想象 那另外是说会有些人觉得这样好像笑到外包一点罪恶感 就我找人跟我妈妈聊天 所以那时候做其实要规模化就遇到一些障碍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些保全公司 其实自己有客服 他们自己跟我提说 他们在服务的过程 很多用户会想要看到客服人员的脸 那刚好我们以前有做这一块 所以其实有一套很完善的SOP 然后还有一个软体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授权这个服务 给一些保全公司或客服公司的这样合作 是 对 了解 所以2B的部分目前已经验证了 保全公司这边应该有合作的空间吗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 那当初在推展的时候 还有对政府部门吗 对 政府部门的这个专案的甘苦谈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府部门也是很幸运 就是说因为高龄化 那开始政府注意到觉得说 不要都是一样的一起共餐或是跳舞 可不可以更多年轻人或科技进来 所以当初第一个给我机会 其实新竹市政府给了我一次机会 新竹市政府 所以是林志坚市长吗 对 那时候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然后开始做 那做一做后来被 我后来搬到台中 然后刚好林家庸市长那时候也有看到 所以我们从新竹做了 然后台中做了 那后来就被卫福部看到 那时候的陈时中部长就觉得说 你每次都一小块一小块这样做 你要不要一次跟我合作做全台 所以后来我们有跟卫生福利部国建署合作做全台的部分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就是在跟有限电视合作的过程 其实他们也会有些担忧 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合作 那刚好透过政府 他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或者是一个架构 所以就刚好把这整合在一起 大家就一起更快推展 是了解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有土C 也有土B 还有土G 你目前这几年 大概这三个业务的比例是多少 那未来三到五年 你觉得一个对马博比较健康的比例 大概会是多少 对我们大概在一年多前赚钱 可是我必须承认说 它的结构是没那么健康 主要大部分是土G的部分 有非常多土G的合作 那土B跟土C都比较少 那尤其是 因为我们土C的策略 当初的想法就是想说 是用免费加值模式 所以都是很多用户在 我们用户几万 但是其实真的付费了大概几千 而且付的每个月没有很多 所以那个比例不是很健康 那公司现在既然通路都已经铺好了 因为当初为什么要 土C的价钱设定在那么便宜 甚至免费 就希望用户可以累积的够快 然后可以跟大家合作的够深 那现在今年如果NOD也到位以后 我觉得后面就可以发展更多土B的部分 因为其实很多企业会觉得说 他们想要打居家市场或银法市场 他们不知道怎么推 但其实跟马博合作是更快可以进去的 了解了解 所以等于说有这些 不管是中华电信 或者是那个有线电视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有线电视的通路 背后几乎就是几百万户的订户 所以这个时候土B的市场就有机会可以再产生 而且他们有很厉害的基础建设 就是每个当地都有一些工班 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处理 然后客户的业务 其实那都已经就是建设在那边 如果我们要重新建这个 其实蛮困难的 是 好啊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那未来这个三到五年 你觉得一个 你期待的结构会是怎么样 我期待的结构是希望土B跟土C的部分 可以拉高到七八成 那土G还是可以维持一些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其实也是可以促进 其他单位可以更快认真做一些事情 但是图B图C我觉得是公司接下来的重点 因为其实通路都建好了以后 其实就是这个实验场域都出来了 那我们也有一定的使用用户 那我们就应该可以想一些 或者是跟一些单位合作 推给他们更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因为其实既然现在架构在这边 那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试这些产品跟服务 好啊 那我现在大概了解你的这个商业推展的方向 那我想问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个人的例子 有没有一些阿公阿嬷 长辈跟马伯互动之后 然后让你觉得好感动 你觉得这就是马伯的意义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忠实用户 尤其是长辈 那几乎我推任何产品 哇他都是冲第一个 我真的觉得有他们真好 就是让我觉得每个产品好像都有机会有希望 快好去了解一下 因为既然是忠实用户 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那么常使用我们的产品 那在那个互动的过程 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是跟儿子住 但是因为儿子上班的关系 回到家基本上都见不太到 那他一个人其实 就太太过世以后一个人住 那家里附近也没有什么据点 住在比较偏向的部分 所以其实他觉得每天醒来 有一个麻婆的节目 麻婆的服务 对他来说是一个生活上很重要的粮食 所以他都会 很希望我们继续可以维持下去 这样子 那另外是我早期有做过一个是 我到现场去安装 然后是一个奶奶 一个女儿 国外的女儿买给他 那我就帮他把这个设备装起来 然后就联络他加拿大的女儿 打进来电视电话 那打进来以后 我想说他们应该会很热烈在聊天 结果两个既然就是对看都没讲话 那我说是我的设备有问题 还是收音有问题 小姐小姐 后来奶奶发生什么事 就那小姐在电视的另一头 就是把手比一个虚的动作这样子 那我说不知道怎样 然后我们就挂掉了 那后来女儿跟我讲说 他只要一讲话 他妈妈就会哭得很严重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 嫁到加拿大以后 已经很久没见了 因为奶奶其实不太使用3C产品 所以奶奶其实 后来听说就是很常在 做这些互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经济都让我觉得 虽然当初自己的阿嬷 就是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的产品 对一些其他的家人有帮助 其实也是蛮有价值的 是 感觉好像科技造福了人生 很像是一个阿嬷的任意门 虽然金孙跟女儿是远在国外 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常常碰面 是了解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那你这样一路走来 已经八九年了嘛 那应该也经历过很多风浪啊 拖折啊 你跟你的创办人是怎么一起度过 你们难道从来都没有意见分歧 或吵架的时候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现在 就是我跟我的合伙人 关系其实蛮坚固的 就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就是蛮好的朋友 但你说是最好吗 我觉得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nice 或是在做一些 学校的一些科业的分组 跟他一组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默契蛮够的 我觉得这个基础 让我们后来创业 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迎刃而解 而且我们两个的个性 算是蛮互补的 就是我比较开朗外向 喜欢讲话 那他就是比较安静内向 然后喜欢写程式 所以其实这样合作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讲好说 如果公司有50%50%的东西 就是听我的 但是如果是工程上听他的 那工程以外都听我 但如果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讲好 我也很谢谢他啦 因为其实他有他的老二哲学 他一直觉得他不要当最大的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 就做一个从盘观者的角度 来协助我做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虽然是 共同创办人 可是其实他很支持我 那讲私下的更好玩 是因为他后来 跟我的躺妹在一起 因缘忌讳 我没有特别介绍 但后来在一起 所以我们其实像 已经有点家族期 我们两个感情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中间 我承认我们也有吵过架 很长啦 我们吵架也会 有过摔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激烈的状态 可是我们有讲好一件事 就是出了会议室的门 之前一定要和好 是这样子 就你有什么不爽 你就讲出来 不要放在心里 我觉得这件事 对我们两个蛮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有状况 就是在会议室 然后就讲超久 可能就讲到晚上 十一十二点 要讲完出这个门 就是就继续看 继续前进这样子 是了解 我觉得这个 呃 韦阳啊 我都叫他马伯队长 真的是蛮厉害的 自己无师自通 我以前常说 你要找人才 不是花钞票 那不然就是印股票 没有的话就印结婚证书 结果他没办法 印结婚证书 他把自己的表妹 给嫁出去 刚好刚好 把他送出去了 所以这也是类似像产生一个更紧密的这个关系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团队总共多少人 十五个 十五个人 那以核心团队 所谓核心团队就是会在经营管理上大家会互相商量的有几个 大概有五六位 五六位 对 OK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上一次好像记得 依稀记得你的太太本来是你的员工嘛 对 是 所以这又是一个连股票都不发 直接发结婚证书的例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初怎么recruit这个 现在是你太太嘛 以前是前 以前的员工 啊 后来怎么 最后决定结婚 他其实就是走一般的管道啊 他那时候就是刚毕业 然后看到我们 那时候社会企业很流行 那我刚好参加社企流 那他那时候找工作 因为他社会系的 那他就会想从那边找工作 然后看到我们公司就跑来应征 这样子 那那时候他对我们来说蛮重要 因为我们公司大部分是科技宅男 那由他以后就开始 公司开始带入很多社会系 或社工系 而且他对于这部分非常细心 然后也会制定很多规则 那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公司来说 是非常重要 呃会刚好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也是刚好 就是我那时候是疯狂创业家 我们其实早期创业是一到七都在上班的 因为你知道十万块创业没领薪水嘛 那你就会觉得说 希望公司赶快成功 所以其实早期上班时间都是非常恐怖的 但后来又改成一到六 但是你看像我这样子 基本上很难有很多社交 那就常常跟他很多互动以后 觉得好像也可以一起就是继续走 这样子那我也很幸运啦 因为我觉得有他加入 其实对这间公司变化很大 如果只有我跟志刚马博 应该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对了解 我觉得真的都是到处找互补啊 你还蛮会找拼图片的 跟你的创办人这个黄志刚 等于是专场上的互补 听说他的技术很厉害 然后你跟这个你太太 这个算是另外一个专场的互补 因为他擅长人计之间的 好啊 那我另外一个关系人想要问 其实你历经这段发展的过程 也有不少的投资人都参与了吗 那你跟投资人的互动的经验台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还蛮幸运的 早期是就真的是天使投资人 那他就说他想要投资台湾的企业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创业的过程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都是最难的 因为第一个毕竟你没有成绩嘛 那前面也没有任何外部投资人 就是一群人自己付钱 这样然后加奖金 所以其实风险是最大的 所以那时候有人说想投资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诈骗集团吗 然后可能讲两次就想投资 但他那时候其实很看好这个引发产业 然后他们家族也是有背景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些跟热灵相关的 所以聊了几次以后 其实一样就是他有阿嬷 然后阿嬷也是带他长大 我觉得这部分算是做好事有好报 所以他那时候就直接投资进来 那第一个天井同志对我们其实蛮好 到现在都还是跟我保持很好的互动 那后面当然随着公司这样走 开始有一些比较 比如说有线电视的投资人 或者是机构的投资人进来 那我自己那一天也跟志刚在聊说 我们公司可以走到现在 真的很感谢这一群投资人 其实投资人对我都还蛮包容的 不管是想法上大家都会给我建议 可是其实最后大家还是会蛮给我机会的 也都跟我说会投资我们 主要就是看中我们的一些想法跟理念 那当然会有一些经验的建议 但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尊重我们公司的想法 那所以这段过程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挫败 或者是一些错的决定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还蛮 就是包容给我很多机会 会觉得我们是有学到一些经验 那其实大家也帮我们拉了很多的关系人 然后也会拉了很多投资资源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承认我早期有跟志刚聊过说 要拿人家钱的时候晚上睡不着 还是不要拿了 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每个每几个月就要报告 这样子很怪 可是后来我发现只要你充分沟通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有时候会得到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投资人都还蛮尊重的 然后也很常互动 只要一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事情 其实我几乎一轮都会联络完这样子 是了解 你看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理工仔了 你现在在人情事故上也变得更成熟了 是 那我想请你想象一下 你如果未来马钩的十年 你希望十年后马钩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式 我希望可以变成就不止在台湾 我是希望这两到三年是可以立足台湾 那之后当然是像我们早期有很多 不管是中国香港甚至日本的单位来找过我们 但是我知道其实能力还不足 但如果一切到位了以后 我当然希望我们可以建立最大的线上社区 现在是希望全台最大但之后希望可以亚洲最大 那甚至之后可以就是最大银法摄取 那我们工作就专注这一块陪伴出发 从一个子女关心自己的长辈的心理 然后开始衍生跟这些通路伙伴合作服务到更多人 那甚至现在开始有跟一些保全业合作 可以把他们的服务能量扩大 那我们也有跟一些银法机构合作 可以服务到不同的长辈 那甚至之后我认为一些银法相关的AIoT 一些生理的部分也可以带进来 就是因为你会关心长辈的心理 其实再来关心生理性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优势 银法服务的经验 科技的能量 还有这些通路伙伴 可以建立一个最大的银法线上社区 是 然后这个社区有各式各样的服务系统 对 有你可以跟家人联系 你也可以上课 远去学习 也可以看看一些新的实际旅行 是 好啊 我也已经快要步入银法了 到时候我就靠你了 靠你的这些服务来让我的最后的这个人生的阶段 可以好好的自在自立的生活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 因为这些年ESG的思潮还蛮风行的 那以你现在的发展阶段 你觉得如果企业有这方面的这种意愿或倾向 你觉得马伯跟这一类的企业 有没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或着力点 之前有一些公司找我们谈 所以我就是想说像我们的一些银法线上课程 基本上我们因为毕竟还是一家公司要盈利 但是其实我其实一直有在关注一些长辈 不是说没钱的长辈就不需要陪伴吗 不是没钱的长辈就不需要社会参与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是有企业愿意投资这块 其实这一块也是有蛮多可以做的 因为我发现也是有很多长辈非常的寂寞 然后需要陪伴 那家里也是有电视 可是他们其实自己不太会去找这些单位 而且甚至他们更弱势 他们其实对于这些据点的活动更不熟 所以如果可以这样合作我觉得是个方式 那另外是之前有些企业有在讲说 其实像我们以前的用户很多科技业的嘛 就是他的长辈或爷爷奶奶不一定在身边 那有时候又要出差 所以也许也可以包装成一种呃员工方案 可以让自己的员工可以更安稳的工作 那他的父母可以透过马伯的协助 让他可以有更好的晚年生活 那甚至可以更好的社会参与这样的方式 是了解OK 所以一个有一点是社会上如果有一些相对弱势的长辈 也许可以跟企业有某一种合作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企业从关照自己的员工开始 所以如果好好做这个员工的相关的工作 让员工可以更安心的工作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发展出所谓的雇主品牌 对所以你们也是最佳可以成为最佳的伙伴之一 对对好了解 好啊那我希望这个呃听众 如果你是企业ESG相关的这个资源在你的手上 那你不妨考虑就是跟马伯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那另外就是说对我们的社会大众来讲 如果你是为人子女 然后家中有相关的长辈 那你又不能再就近照顾 然后也许也可以考虑长辈相关的服务 那也许可以查一下这个马伯的相关资讯 好啊 伟阳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 十年磨一剑 那我希望你的公司会越来越好 那也很高兴你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那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那也谢谢马伯 谢谢大家 谢谢杨博士 OK好 谢谢大家